两位好 您好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马啸天 大家可以叫我宰宰 这是我老婆 王冯月 大家好 我们来自江苏年龄港 你老婆好漂亮呀 还好 还好 身材又好 长得这么清秀文静 确实我很幸运 我跟她是高中同学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其实就被她迷住了 你对她什么印象啊 那个时候 东奔西跑 不爱学习到坏孩子 然后面她总是跟着一起 最基本上有四五个男生 都是她好朋友嘛 一起上等手啊 一起上小店啊 干嘛干嘛 都一起 这可以啊 挺有凝聚力的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洒脱 我喜欢交朋友 对 小的时候就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玩 挺淘气的 能张罗的一个男生 我就从来没想过 我会跟他在一起 那后来怎么又联络上了呢 高中毕业了以后 我读大学 你考上大学了 就是 那学习还行啊 高三的时候半年 我风发图强 我觉得要学习 学习是我唯一的出路 对 要好好学习 要听妈妈话 挺厉害的啊 到贵州学了音乐 天南海北的离这么远 不在一个城市 我以为我们俩就不会有任何的交集了 本来最初也没交集 人家没看着你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他给我打来的 我很意外 我很惊喜 我就接着他这个电话 但是没想到他突然让我给他唱歌 怎么想起来让他唱歌呢 就是那个时候宿舍的同学嘛 就是一起聊天 谁唱歌好听什么的 就是唱歌这个话题 突然我就想到他 我觉得他唱歌好听嘛 你就是想我了 你不会因为找这个理 他以为你失恋了 对 你别想那么多 哎 先生 孝天别想那么多 他纯粹就是给同学吹了个牛 说我有同学唱歌唱特别好 是吧 他们让我 那你证明一下 你那同学唱得有多好听 然后我就问我 就是高中同学叫了他电话 主动就是联系了他 唱了吗 唱了 然后他唱完了以后 他们都成为他粉丝了 当时唱的什么歌啊 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哎呀 我们唱两句当年怎么唱的呀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气氛 我的情不变 我的爱不依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一首歌就把当年女同学的芳心打动了 当时吧那个时候 我有男朋友的啊 另一天那老师就是断断继续的吵架嘛 就是就是心情也特别不好 然后呢 他呢 就是不是联系上以后吗 他嘴巴又特别能说 油嘴滑舌的 就是甜言蜜语的共情 我爱你 好